在那安家落户 那么模拟一个类似于地球的环境 尤其是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能够自给自足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这个生物圈二号计划 就是为了 为将来人类这么做 提供必要的数据和信息 做一个实验 就是为了我搬到别的星球去 他们先来试验一把 我得先想一下 我先搬到哪个星球 其实我喜欢的还是月亮 觉得它这名字特好听 你选择月亮 我估计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太现实了 可能要进行长途跋涉 还不知道是什么星球上 在那按家落户 太远了 我觉得这个生物圈二号计划 有点像是营造了一个小的地球 它其实是一个内部循环的 小的生物系统 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电影 叫黑衣人二 我们去看一下片段 这是什么 这是技术部 提供整个宇宙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不天不 不天 不天不 我什么都没干 看完片段回来我们知道里面的场景是一个小的微型世界 对 咱们这个生物圈二号计划也是一个微型世界 那么到底科学家在里面是怎么生活的 遇到了哪些难题 里面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呢 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说 不是所有等离子都是高清电视 日历Alice等离子电视 真正演绎高清数字电视 高无止境 清者自清 黑的气 夏天喝冰凉的露露 清新郁肺 去烦躁 心情好 野生性人 植物蛋白独特营养 让家人更健康 每天要喝露露哦 给健康 添活力 秀菜 美女 青梅煮酒 润尽天下 聂尔 汤儿 汉特斯 萨玛兰奇先生 亚当斯密 才子 家人 校团古今 终满事 就有了 架科冲乐队哦 银机一动 拿起画笔 一下就勾勒出 一个可爱的 三月日历 不亦乐乎 广告回来了 我们来听听 这个恩泰接着说 你看这个恩泰科布菲尔 这样一个魔术师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别不相信 这个东西做得不准确 我们是有图片为证的 你看啊 一模一样 就是按照这个照片 做的这个模型 缩小板的 生物圈二号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由钢筋 玻璃 混凝土 等等材料 组成了很多个生态系统 它是封闭式的 这是居住区 就是这个地方 图片里的 这居住区多大啊 其实只有八个人 但是住这么大房子 太奢侈了 这是热带雨林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里面还有植物 热带雨林的植物 这边呢 这是模拟海洋 那边是种植区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 要种什么蔬菜啊 吃的什么东西 就是靠这个地方了 当然了 我们在这个模型上 可以打开 实际上 它这个是封闭的 对 全封闭 它有一个完整的 循环系统 外面的空气 进不进去 像这是他们的生活区 我们看一下图片 就知道了 这是更加 景别更加大一点 它的那个 我觉得挺漂亮的 像一个那个 很漂亮的作品啊 主要是由钢铁 和玻璃组成的 这个呢 是在这个 种植植物的地方 科学家抱着 自己养的动物 我感觉有点像 我们说的那种 蔬菜大棚啊 我们必须得说一下 这里面的工作环境 和生活环境啊 这项实验 说起来容易 其实做起来 是很复杂的 我们必须得考虑到 它这个 整个循环系统的运作 包括这个植物 和动物的比例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 如果是植物过多的话 可能后来就会因为 缺少二氧化碳 和肥料过多 这些植物就生存不了了 那么要养动物 你想吃肉 就得养动物 可是动物 要是养的很多的话 就会过度的消耗掉 整个系统当中的氧气 对 所以必须得经过 周密的计算和设计 才能够去完成这项实验 其实我在想 这些这个科学家们 肯定都在实验的过程中 不断的探索摸索 而且不断的在调整啊 这个实验进行了一年 马上就遇到了困难了 为什么呢 土壤当中的碳 和氧气发生了化学反应 形成了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呢 又和建筑物当中 除了这个钢铁和玻璃之外的 这个混凝土的这个元素啊 又发生了化学反应 因为这个混凝土里面有钙 钙和这个二氧化碳 会生成碳酸钙 就导致了这个整个系统的 氧气含量下降 从21%下降到了14% 哎呦 那氧气要是少了 这个人呼吸多困难 你看如果不做这个实验 我们就很难这么精确的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必须得去身体力行的 去亲身经历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是他们在种植蔬菜的地方 工作的场景 好像在收获 他们这个植物是靠的是光学作用 它尽管是封闭的 但是它的这个太阳光 可以照射进去 它的这个能源 也是来自于这个太阳能 再去看一下这个照片 他们除了要养植物 还要养动物 这好像养的是羊 他们等 这个时候是在给羊喂饲料 对 这个是在过节的时候吧 很丰盛 在居住区里面 他们在拍照 你看 一共是七个人 另外一个科学家 肯定是在拍照的 我感觉他们的这个 好像很丰盛 这像烤乳猪 前面棒的 这是他们休息的地方 可以看出晒太阳 我觉得这个环境 让我感觉到 倒不像这个科学实验 倒像是在某一个海滨城市度假了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由于没有调节好内部的气候 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下降 这些科学家吃的东西不够了 那吃什么呢 就吃他们带去的种子 这样才可以勉强度日 我觉得好像到最后度日如年 都没吃的了 吃种子了 原本这个计划是要在里面生活两年 结果最后坚持不下去了 不到两年 二十一个月的时候 这八个科学家就撤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照片 后来这个地方不再做实验了 成了什么地方呢 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我觉得说实话 看着它这个建筑物 确实做旅游是一个好地方 好了 这个照片上就是两个旅游的人 据编导说 他们分别是第两万个和 两万零一个来这个地方旅游的人 自从不做这个实验之后 它就不再是这么完全封闭式了 全部是可以打开一点看 它可以通过窗户 通过其他的渠道让空气进去 所以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是一个微型的世界 自己自足的循环的世界 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旅游景点 虽然说这次实验并不是特别成功 但是也让我们意识到了 我们自己生存的环境 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我们的地球是不可再造的 资源包括气候 生存环境都是不可再造的 我觉得看到这个模型很形象 真的是很辛苦我们的编导 花了这么多时间做出这个模型 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这个板块的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 接下来进入的是莉莉在目 莉莉在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我估计可能我们的观众对它都挺熟的 先来看照片吧 这位小伙子叫阿迪利 他是1971年7月1号出生在新疆英吉沙县 八岁阿迪利就开始学习这个表演了 是达瓦兹世家的第六代传人 达瓦兹世家 对达瓦兹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唯语当中走大神的意思 对它不光是在走这个大神 而且是在高空走这个大神 这个危险系数更加的高了 一般达瓦兹表演都会是在喜庆的节假日进行的 但是阿迪利现在已经开始挑战自我了 再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挑战自我先从蒙着眼睛开始 他是在2004年的9月26号 前年的今天在广西进行了一次达瓦兹的挑战 一根是长547米 高613米的钢丝绳上 表演了倒立倒退行走等 非常高难度的这个高空行走 这就是当时拍的照片 还有这个倒立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我当时好像还看过 我印象中他好像有一次表演是现场直播吗 你去了 我没有 我在电视前看 我觉得特紧张 不知道是录像还是现场直播 反正我印象挺深的 就觉得心里捏了一把汗 浑身都是汗 有些人他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正常的情况下 他站着没问题 但是如果在很高的情况下 他会有恐高症 可能就站不稳了 对 阿迪丽就被誉为是中国的高空王子 这个高空王子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雨 才见到彩虹的 后来成功之后下来了 受到了那么多记者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对 我看见后面还有一警察 估计是前面在维持秩序的 总而言之 这个中国的高空王子 确实是通过他这个非常精湛的记忆 而且他的胆量来征服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准时相约 共同翻阅之力 再见 再见